然后第三个 何谓招小人 各位 其实 招小人这一个 这一个问题 他其实是非常笼统 他非常的笼统 很多人都会说 老师我这八字很容易招小人 这时候我就会问你 是哪方面的小人 各位 他会招哪方面的小人 这时候 很多人就嗯嗯啊啊的 其实各位你要了解 我们的运 其实有五大运 财 官 彼 实 印 这五大运 那你到底是哪一个运 会遇到小人 有可能啊 官运不好啊 财运很好啊 那很有可能呢 财运很好啊 印运很差啊 都有可能啊 那在这一种情况下 到底是 什么样会招小人 其实各位 很多人 他们在问问题是很笼统的 他其实他不愿意跟你明讲 各位 他不愿意跟你明讲 他就用说 我这个很容易招小人 其实各位啊 你不要去听他讲这种问题 你不要去听他讲这种问题 否则 你会被他牵着鼻子走 你一定会被他牵着鼻子走 我说过了 我们批命的时候 我们批命的时候 五行派在批命 首先找什么 五行派在批命 首先找什么 五行派批命 首先要看什么 还找日主受克的 人妈看哪一个克嘛 对不对 所以你就直接批他的八字 你就直接批八字 然后你就找出他受伤的那一个 就我跟你说 他就是那个犯小人 破财就是财运的小人 破官就是破官的小人 破运就是破运的小人 破笔尖就是笔尖的小人 破食伤就是食伤的小人 各位 了不了解了 也就是他在问小人 他其实他就是在问他为什么财运不好 他为什么官运不好 并不是真的是那个小人 了不了解 只不过他很喜欢这么笼统的问 他桃花假如不好 他假如桃花不好 他会说 哎哟我的桃花很容易犯小人 财运不好 我财运上很容易遭遇小人 各位 他就是在跟你讲嘛 他官运不好 他桃花 他桃花不好 他财运不好 所以 你们不要被客人讲的话诱拐 你们很容易会被客人讲的话诱拐 了不了解 我们身为一个命理师 我们要以八字去讲话 不是听客人讲什么 我找给你 是八字跟我讲什么 我跟你讲 所以各位 你就要知道 其实很多人 他就是会犯了这一种的状况 所以他就被客人牵着鼻子走 完完全全被客人牵着鼻子走 好 就像这一个八字 好 这个八字 庚申丁亥 丁酉 还有辛亥 他就说 他很容易遭小人 这个八字是不是很容易遭小人 各位 他就这样子问你啊 这个八字是不是很容易遭小人 各位 我们就来看一下 他 他到底在问什么 我们看他的本命 丁火根辛金 还不错啊 地支 申酉金 申亥水 我们会知道 他的财运很好 他的官运也很好啊 各位 他问的 都很好啊 对不对 那他进入了这个魁魏的时候 他变成是怎样 甘辛金 申魁水 克丁火 那地支呢 魏土 申申酉金 申亥水 那我们还是一样 会看到 他的财运官运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 对啊 那各位 他的问题在哪里 在这里啊 他的丁火出现问题啊 那是谁造成丁火出现问题 各位 是谁造成丁火出现问题 是官嘛 这个官造成他 笔节出问题嘛 所以 各位 他会发生的是什么事情 因为工作 造成同事间的不顺 因为感情 造成朋友之间的不合 各位 小人在哪里 小人在这个官啊 小人在这个官啊 了不了解 小人就在这个官啊 所以啊 各位 你就要知道 其实 你在批八字的时候 不是 听这个客人在讲什么 是 这个八字在跟你讲什么 了不了解 那在今年他更不好啊 丁任何 直接克丁火啊 今年是不是日主受克 还是官出问题啊 还是他的官啊 造成了日主受克嘛 所以 各位你就要了解 很多客人 他们在问你问题的时候 很喜欢拐弯抹角 所以我常常跟你们讲说 你不要听客人在讲什么 我们在批命的时候 拿了八字 我们就直接批就对了 你就不要东问西问的 然后呢 你看到什么 就跟他讲什么 这才是批命 了不了解 这才是批命啊 不然的话 很多 你有的时候批命会气死 他前面跟你讲这样 你就照着这样批 绕了一大圈 批了一小时以后 他 你才知道他真正要问什么 气都气死了 前面呢 在那边给你讲说 我跟这个人呢 有一些问题啦 老师看一下 你就看一下 他人际关系出问题了 怎样怎样怎样 然后呢 到最后 他竟然 他真正想要问的是 原来他跟这个女人 到底会不会在一起 哇靠 妈的 你说妈 你跟他有问题 你说妈 到最后原来 在那边问你跟他有没有缘 那人家当中了妈 批了一大堆没有用的东西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你听了客人的话 所以我常常跟你们讲 主客地位是我们要掌握的 不是客人 是你决定要给客人什么东西啊 不是客人决定你给他什么东西啊 这一点你们一定要清楚是 我命理师 我决定 我要给你什么东西啊 并不是客人决定 你命理师要给我什么东西 了不了解 你了不了解这一句话的意思 所以我们在批命的时候 一定要非常 相信八字在讲的事情 你要相信八字 不要相信你看到的 不要相信你耳朵听见的 那些都会造成 你在批论上的一个错误 我以前就有犯过这种错 我看到一对男女来 我以为他们 我先入为主就以为他们是情侣 结果我批命就批的很偏 结果到最后他跟我说我不是他男朋友 我是陪着他来而已 那时候我的批命才回复正常 否则的话 我一直都以为他们男女朋友 结果就一直用男女朋友的角度在批 那简直都错的乱七八糟 你知道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 命理师最好是怎样 眼睛看不见 耳朵听不到 只有眼里 只有八字 那这样子 你在批的时候 才不会被客人牵着鼻子走 结果批出了一个 完全非常偏的一种批法 那样子 你就知道 你的八字其实是非常的不合格 你是以人在批八字 而不是以八字在批八字 这样子表示 你的八字是不能用的 了不了解 你的八字是不能用的